开始 风打鹰 风打鹰是被 钓鱼岛抓到大克 然后 哇 石金刚 算死你关带方这边来说的话 是一定是士陀神木 是 武装磐石没花招 花果山 对单方直接选用武装磐石 两边的阵容 阵容是一样的 关带方这边直接的用落花去扣 这是第二回合了 这波关带方这边的新城的抗性略为有点高啊老哥 但是虽然说关带方 哇 三千一 是 这上恶宠 攻势很猛烈 那应该倒了 有163 前期163出的还是比较平凡 但是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 关带方这边如果说前面163出的过于多的话 平凡的背点 它是扛不住的 这九转上的消耗 可能说是 司书潮射这边即将面临的一个问题 但是 关带方这边就是面上打出去 对面也会扛不住 是磐石依然拿到一数了 我的天呐 是对面一二数 只是武装被那个了 不对不对不对 他关带方 磐石出宠了 武装被落花了 所以说 关带方这边的磐石拿到的三数 是这样来说的话 关带方这边来说 虽然说拿到了 拿到了正法大克 那就要看 洋洋这个点 不是 司陀领这个点 扛不扛 扛风了 还是看对面这个 一数二次风的这个进攻效率了 大克果然威力十足啊 最后一家报了八千的一个数据 是 毕竟对面是善恶宠嘛 血线也不算特别高 所以说关带方这边 琴音三叠 亲这个善恶宠的能力还是有的 还要看一个问题 就对面风运重力的情况 武装如果说在不伤灯的情况下 风不太准 关带方这边的石头领的话 可能就得难受了 我觉得钓鱼岛 可能是全梦幻 175唯一一个带提气大金的 对 直接提气大金 给石头一卡 然后超飞吧 对 因为石头领的超飞是需要血量在保持在90%以上 是 我们来看一下石头领的一个伤害输出 到底有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一个暴力了 全梦幻第一武伤害武器的一个输出 到底会怎么样 野兽加过 然后 35%的伤害啊 这属于25加10啊 20 队长只有20 它是那个速度5% 哦 它是20伤害5速度 那就是30%的伤害 是 也够了 也够了 完全够了 你这样一把武器加上30 再再中两把无魂 哎 叠个三把那天 哎 感觉这个伤害给你拉满了 我觉得这是终极 三保一对吧 是而且观战方这边武装官的清风望月 对面只要这个武装官控不重的话 这观战方这边施托领出手 可能说不是什么太大问题 战气已经开始了 提前给 给放下 给放下 最稳 一定要给放下 这放下不给观战方这边伤害加成就太大了 加风云命中率来了 但这把雪灯 金刚护法 我这把不给 怎么说 有提气大惊吗 我们最想看到的那个 哦 大惊 藏神 这要是提气的话 超飞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 疯狂阴击 直接暴击 我的天哪 三千 有金刚 对面抗性 对面防御全是拉上了 对 金刚就抵消了吗 是 其实还能接受 四千七 你确定还能接受 女拔木嘛 的确能接受 五千三 因为女拔木毕竟是一个全魔状态 这把秒出去 观战方对待方宝宝看有没有 如果出暴击的话可能要飞 没有点的对待方 一二号宝宝秒 点对待方三号宝宝秒的 因为观战方四驼 都点对待方三号宝宝飞 那么对待方现在来说的话 武装可能没有愤怒进行罗汉 盘尸洞应该是有 哇 再神 宝宝连续的神佑 对待方三号宝宝连续神佑两次 但是同样的也是拍出来散报嘛 行动失败 宝宝有点大惊 再来散报 想压死观战方这边的风铃 这三个宝宝全散报 变相给观战方这边加了点血 盘尸肯定是够大特了 不用想 盘尸一把金轻 但是对面武装官是三速了 放了一把放下 这个不存在被吸 就应该是马开吧 应该是马开了 直接金轻解掉自己的一个风血 先活血 是 这人心得叠起来 对面花果山也是先加上野兽 但跟观战方这边对飞是飞不过的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觉得 以前我跟你想法是一样的 但是后面自从我知道了 花果山插了旗子以后 要变身以后我就不这么想了 插完旗子可能说 就变身了 真的就变身了 是就有机会飞得过石头是吧 但毕竟是一把大客嘛 五号宝没有跟可能出佛同了 那这样一排善恶给观战方 这边神木林的压力 其实这个神木林抗性很高 对面对面花果山拍过来2000多 是 神木林是抗性很高的 那观战方这边石头岭可以继续再飞 但是这回合飞 但是蛇出来之后对吧 而且头上一个蓝烟 这个蓝烟来说的话 对石头岭的数据还是有影响的 是这样的话 就是让对面整体能够接受了 对 然后可以通过蛇配啊什么的卡一个小四海 给对面整体血线抬一抬 静聊继续给 就是要压制观战方这边神木林 打法很明确 武装官也是给全体点上雪灯 这样的话 雪灯是OK的 是帮助回复一下 对 了胜于无嘛 对吧 每回合这一点点来说有帮助的 头上顶个红灯 直接套 莫宝套中了吗 套中了 莫宝套中了 掉了 盾是掉了 再来 哇 这个石头岭看来很诱人啊 是负面状态加的特别多 能飞掉一只可以 点了三小巨飞 化身的宠飞掉 但是不是超飞的吧 已经出现贴了 是377 伤害是相当高的 还能再飞一下 飞不到其他宝宝了 是弹个假 天魔觉醒 对面也是一个双招 但观战方这边一排善恶宠 如果说 再飞掉 没有专门的去亲对面蛇的话 哇 这个什么灵区可以啊 连续两次秒都出现刷连了 是 恶爆 怎么说 散爆 再来个热 还有个两千多的盾 省了 省幼了 对面方运气可以啊 连续宝宝省两次 蛇再省一次 是观战方这边也是补出了一只利劈 要保证这个亲蛇的稳定 哎你别说 他这种说实话 这种212武装 武装清风温月 他这种武装就是为了速度来 来保自己石头岭出手的 是 还挺烦的 套这个盘司还没有套 再给洛华有洛华就死啊 咱不管 你敢出宝宝对吧 那你就不要活血了 群推也别想 他还没有活血呢 群推吧 哦 这有点拉吧 讲道理应该有点拉 这回合应该是不太会有点拉 他三号 四号宝宝都没解 我觉得点拉的机会还蛮大的 他是上回合被那个进了的吗 我觉得 是 机会是有的 看一下吧 李皮出手了 那没点拉了 观战方这边 李皮是场上最慢的 6100 是 这宝宝看 看得出来 攻击力加得很高 伤害来说的话 这一回合没秒出去 也算没有送愤怒吧 对单方 如果说持续的这样 被瘴气所控制 又没有罗汉顶的话 一旦观战方这边 有高峰0的情况下 可能就有难受了 观战方这一波来说 可以直接点着 匿名玩家选择清风望月 是 保证自己出手吗 对 一定要保证利兵玩家出手 对面两个风 即使解不到自己 我清风望月状态下 我还可以做 其他很多的操作 对 所以说观战方这边 施托领出手 才是核心的关键 然后 他如果不清风的话 磐石水清也可以 我觉得像这种东西 磐石带水清 我一点都不意外 对 没有任何的问题 金清爵 把仗器先解一下 因为观战方这边 法系倒地 罗汉也不着急接 诶 诶 猪眷是真不喜欢带罗汉 是 金风望月 没有毛病 先活血 因为他觉得金清有回血 然后 当头一般没手 罗汉的话 对面可以不秒啊什么的 影响就不是特别大 哇 前二 我就喜欢看这种数据 好看 再加上一把大 但是 但是还是那句话吧 在接收范围内 罗汉也消消点二号秒 再晒我 这宝宝的确是能晒 可以啊 9000拍牛 宝 宝宝的运气真可以 是 然后如果说 善恶宠再把观战方这边的 这个九转消耗一下的话 可能说观战方这边也有点吃力 但是对面 我觉得观战方这边直接可以拿宝宝点自己的一个神木灵 那都不用出手了 都不用不用管真的 对没必要是吧 这你蛇招出来对吧 这还好没鬼眼 有鬼眼的话 你现在说实话 你那种护盾 护盾吸血鬼出来就挺难受的 给自己加光灰不行了 扛不住扛不住扛不住 看我观战方这边的 哇 对面武装来说的话 这把封密留下不准 继续补胀气 对面有珠子了 这回合 嗯 珠子可能不着急丢 这回合不会给 这回合不会给 是 解掉 化身保护血 没花招 可以的 第二下没有爆 因为观战方这边 毕竟还是有瘴气嘛 再点个大惊 以防被对面的人物守 挡头一棒先亲个虫 让观战方化身忙起来 银川路 继续亲对面二号 法莲吗 没有法莲 鹅宝跟上 鹅宝跟上525 哎 钓鱼岛的宝宝伤害家的 也不低啊 讲道理啊 是 我觉得可能 钓鱼岛的宝宝伤害家的 更高一些 只是他们宝宝不怎么爱神 那对面现在盘斯又是一个没宠状态 怎么说我又能飞了 怎么说 我觉得武装这武装把宝宝出了以后 等观战方势头能飞的时候 干脆咱们一不住二不休来把增阳另齐 是终于是套中了这个盘斯洞 然后刘云也加上保证这个武装的医素 当头一棒还是选择要压观战方这边的这个 今天早晚天 哎 出了 我跟你说 真是他下回合要增样另齐了 这伤害是要拉到极致啊 他下回合增样另齐 王不言蟹 直接水清就可以了 三号直接秒 生一丝恶爆 再走 对面的宝宝掉的是特别快 他还绳了三只啊一条蛇啊 这要不绳的话我的天哪 是现在家是一个怎样的局面 都不敢想真的 这的确被这样的石头领大哥很难受 还是盘斯这边来说的话现在无魂扔不出去 我看一下盘斯扔这出去无魂扔不出去无魂 观战方武装冠是山术了 拉一只马出来 比自己的盘斯速度快那就是马嘛 对吧 这样的话也是只要不被对面武装冠套 他的清风望月是可以解到全队的 但由于对面武装冠一速的原因 他这个清风望月也不是敢随便丢的 毕竟属于一个特技 我觉得给增样另齐了 笑水清 笑水清了 套队长 对吧 这不是对的 因为武装要给增样另齐有可能 其实也乾坤没给 我们来看一下观战方化身的操作或许 没管 大使破招架 神人每一下都咬着他 是怎么有点针对这边队长位置的意思 我感觉受到了针对齐秘润 那观战方这边真的是要把伤害拉到极致 所以变身还有三回合下回还是能飞 但下回合飞 他这回合一定要套进去 如果说这么一个套进去 他还能再飞两次 所以最后套进去是对的 这样的话也是减少一下观战方这边 斯托领变身的时间嘛 但是斯托领变身快到的时候 就是有那种操作可以连环机连一个什么的 他这个斯托我个人觉得这样力气 是会飞是吧 我觉得不是连谁谁就倒 是你倒是必倒的 对连谁谁就倒 头顶上有个蓝烟 但是没有太多的影响观战方这边斯托领的数据 两个回合 那这回合如果说是飞出去的话 变身就过去了 联合飞对他来讲是一样的 他还不如平A一把 两个单位立塔 下回合金轻或者水轻保利民玩家出手 把自己的变身用到极致 平A看能不能再找马漫天 连环机或者音机都可以吧 或者说他他像师托啊什么的都可以 师托毕竟也有1加1嘛 控武装 控武装那也是给观战方这边武装冠有这个 清风望月的机会 金刚先拉然后三号开 武装出手了 选择活血 还是打他的宝宝 平A早半天是吧 他把他的用的极致 这把钥匙再出的话 是感觉就出事了 对面这个齐天神通加的也很早 觉得没齐子的齐天神通 我个人觉得来说的话一般 是6000我的天哪 活了也站不住 站不住站不住站不住 就观战方这边两个面伤单位 随随便便跟点伤害 不不不不不不不水了 下位和清风望月加4号宝宝卡提气大惊一波爆炸出去 对面方不会无魂了吧 感觉无魂才能挡住啊 这把清风望月挡不住啊 对面方武装又不能动 是观战方这边武装官也没有被笑理过 清风望月消耗的愤怒特别少 对他哎我有说观战方如果这把用正阳令旗的话 那这把就秀了 对吧这边用正阳令旗下把这把上被上把用正阳令旗 他被封了没动吗 嗯 但这把的话应该是清风望月明确的 呃或者说加齐子不给齐子化身对来水清就起来 顺便把蓝眼给去了 4号宝宝再顶个大没话糟的 笑话生吗笑舞啊笑盘斯 小盘斯金青那就是说放观战方这边队长为止出手了 这个把清风望月应该也是明的 就观战方这边不管你封不封 我这把清风望月就是必须得放 上一个那个落花城你也是 这不会封杀连环机了吧 看4号顶不顶大了 4号如果顶大的话那就不是 那就不是那你连环了 哦大叔还中了 来了吗连环机 连环机死了死了死了 6800开刀 这这包 感觉没有什么悬念 没有什么悬念 哇四刀 钓鱼岛钓鱼岛真是不含糊呀 是我们看钓鱼岛尊不尊重珍宝格 尊重的话还给一把经济舞 不尊重的话秒了 冰川也OK也OK也算是至少是单秒 他可能那个群秒想留给那个 呃群秒那个叫 落叶萧萧那个加强技能啊 你说的那个风卷吗是吧 对风卷残云对 应该是风铃想留给风卷残云 其实这样一下把对待方的宝宝体系打坏了 因为毕竟不然对待对待方要出两只那种洋护虫 才能瞬间拿起来是 这把齐天神通基本上可以告别了 摆起了摆起了摆给 生命之权的被动还出来 哇钓鱼岛前期 除了对面宝宝神佑可能对他们有点不利以外 运气都还可以 是优势是无限大的 再扣没有 而且就是虽然说对面宝宝神佑 但是在这个封印命中率上来看 对面的封印命中率其实真的是特别低的 韩清某某再来 控对面女妈不让招 关台方这边所有的宝宝应该激活对待方5号了吧 这种操作 善恶宠不太会有感知吧 看不起钓鱼岛 等一下就打你的脸 我告诉你 不是善恶宠有感知 我真觉得过分了 因为不太有必要 我觉得还好 还好 真的就还好 没有激活 对待方5号 对面这套宝宝体系 应该是想等换蛇 然后蛇换掉之后 女拔木补一只洋护 然后一只洋护就拖过去了 应该是这种打法 免费出了一只洋护吗 是不然的话 他这个宝宝阵被破掉的话 的确观战方这边就太舒服了 我们来看一下 管不管观战方这边队长的一个变身 我觉得观战队长破血 把5号怼了 先控化身 这把控化身OK的 而且塔套掉 观战方这边也是水清水队长 那应该是保证变身 保变身的 保变身 然后变完身之后 飞完我在那个 但对面这个十防御圈 就运气 化身似的运气也是一直不错的 开掉 先变身 等着飞了以后 再免费出宝宝 是 因为我飞了之后 的确没有太多的操作 这个小算盘打的是真的响 天级5 先直接带出 闪现 没有 那反正他也是要出洋户蛇胚的嘛 我还是没神 这个宝宝神的 观战方这边节奏超级好 但我觉得已经够好了这节奏 是吧 我盘4 我反正没有速度 我宝宝掉了就掉了 这把要保尸陀飞的话 磐石仍开是最稳的 以防对战方武装封印观战方这边的武装罐 磐石仍开 因为磐石这手来说的话 拉宝宝对面可能会这样默认 会用对面的磐石来封印观战方施陀灵 用武装去控观战方这边的武装罐 所以我觉得磐石来解观战方这边的匿名玩家是最好的 罗花磐石 罗花磐石 觉得你 封武装 这把封武装是明的 要让他出手 好 也没中 这魔镜孩子也出来了 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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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狠啊 老哥 我怎么觉得这魔镜孩子不亲对面出事了呀 而且对面场上的宝宝好像是 不具备亲观战方这边魔镜孩子的能力 阳护直接拉 点了牛秒 是他们就师徒领加神木领 点那个召唤 召唤物秒一秒 就不太扛得住 那召唤物随便配合点宝宝伤害就轻走了 这把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王不言蟹直接给那个 给醍醐 四号宝宝点一个提气大金 出去了 一号宝宝一个魔镜激发 大飞机怎么说 而且观战方这边武装罐 也有可能有特技 清风望月也有的呀对吧 我觉得给提呼呀 因为提呼要保证一千多血量 然后配合四号的提气大金 血量才够对吧 才够超飞 才够超飞 这把超飞出去啊 感觉这把风点残云 这把数据真的是太好看了 哎我刚刚还在看对面 这个大死亡回合数 突然一想哎对面十金刚的 这大死亡提不起来 对 哈哈哈哈 这是挺伤的 是 哎 齐天成通 这次是白起了 是白给 白给 他也是因为开了一把风筝 拿到这个物理速度 对 来看对面武装罐和盘斯怎么控制了 盘斯控 然后武装套武装吗 武装套武 套生命之拳 哎给提呼四号宝宝给提气大金 清风望月 没给 那活血吗 活血四号宝宝 超飞了超飞了 没话招 魔镜激发 魔镜加上 超级飞行 还给了一个提气 没有提气 看下会不会有意外吧 暴击才会有意外 三千八 六千五 163 我的天哪 神了 神了 直接打神 还好蛇拉出来了 是 但是拉出来 可能要吃一把风捡残云啊 乐业笑笑 点了四号秒 四号飞了 不是他这么省风铃吗 没必要是吧 是 你就是说一定要配合超飞来玩是吧 但石头领的确是超飞啊 我觉得这 这就是明超飞对吧 是风捡能放了 对 我说实话 对单方要调整一下自己的战术战略 放石头领吧 这个石头领 关台方这边每回 一定是保他出手的 包保的 是 一定我要保 各种手段保他出手 对对对 现在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对花果山还没速度 这是最伤的 两边花果山都在将 两边盘石洞都在将速度 对吧 是 对面也拿魔镜孩子 那花果山起来之后 跟你玩命了 已经 直接进聊 不让活血 看一下花果山会不会行动失败啊 一个破甲 观战方这边甚至神木灵一手群秒 金星残出行动失败了一个 是 就是免疫 没有加上血 那观战方这边神木灵 只要点对面女玩目群秒的话 不足 哇 又大死亡 金星 但是 自己解不掉 自己解不掉 多一下下点他秒 又出163吗 再出163 但是顶不住观战方这边 善恶宠的一击恶爆 我跟你说 观战方这边的匿名玩家 点着对面2号宝宝飞就行了 是 这个宝宝又白给了 飞秒 观战方这边轻宠就是 你想轻哪个单位 就飞秒 点着他哪怕是换魔 哪怕是宝宝 就直接点着他 群打伤害 你说五神台要全这样的阵容 多好看啊 我太喜欢这种 真的 我太喜欢这种暴力数据了 太爱了 但是这种阵容的话 就太靠一把正 我觉得不用大客 真的 尊阳力气还没给了 就是伤害了 对吧 但如果说 贝大客 还是蛮伤的 是吧 是 我觉得这种来说的话 湿头只要给个伤害位就行 对吧 但我觉得贝大客 还是不太飞得动 你就贝大客的话 可能前期就找找漫天什么的 对 他有一把漫天啊 有一把漫天 这种湿头你无魂给的时候 估计心里都在跌量着 对 就其实是不太给敢给他无魂 这要无魂中了 这不得爆炸 又没这武装封印命中率 的确是有点 继续怼荡气 就武装这个门派一直是 这样领袭来了 受大家争议的 怎么说化身有没有 就看化身了 化身怎么说 还是没有神 本来帮一直没神 醍醐灌醐 醍醐魔镜加上 继续飞了 一个活血 活是能活满的 再给 点三号 孩子不防御 你知道吗 吓吓晕 五千多 蛇根本站不站不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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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他他化身似的恢复已经无暇顾及到他的蛇了 这个没办法敢敢敢敢 是人物都有一点不太保得住 观战方这边立批本来是批蛇的 但是滑到了对面的女麻木 这差点滑死了真的 差点滑死了 关键有只善恶啊 对 善恶手的那个什么物理 那对面也是继续把蛇胚补出来 而且这只蛇胚大概率是可以配化身速度解掉女麻木 一个活血的 如果这回合宝宝有跟对面五号的话 配合神木林秒五号可能要走 对毕竟鬼眼已经是给神木林加上了 风云中率确实有点水啊 落花再给 有落花咱就死了 是 不藏着椰子 这个蓝药 也没有选择用这个定神香 观战方化身就是破甲水清 破甲水清 几乎 没操作空间 两个都给上了 是其实这个 是那个武装罐和化身四都是拿来保这个花果山出手 哎无所遁形是可以的无所遁形是可以的 风景传云点了三号秒没有点五号秒 五号能秒到其实觉得 哎宝宝根是不是有了 是不是有了 但是落花吃中了观战方适合你 我感觉这宝宝这五号虫怎么都是飞的 他保不住 保不住 这把来说的话 给水清就行了是吧 给水清自己的一个神木林 我感觉神木林输出不用保 对面又不是说催眠那种东西 你空一回合就空一回合呗 他万一想保五号 不够说实话 拉出来又怎样 一回合飞的虫 对不对 一回合飞的主 他那个蛇拉出来这边飞机加神木林 一个群秒随便跟起只宝宝就清掉了 还浪费一回合的操作空间 是这个蛇 蛇反正就每次出一次手 咬一下咬一下观战方这边的石头领 差不多了 是 看晕巧的话 嘴巴来掩掩上去 对吧 所以我觉得打这阵容啊 是不是真的得国标来打才行 压往死的压 是 还是没套中 观战方两边的武装护水一把 是这把撇开大 这应该一定是要控对面的那个什么了 一定要是要压对面的那个舌卵了 有这种操作一定是要压了 魔镜激发这把 因为石头领被落花了嘛 所以说随便加一个 对对面也选择飞 其实还是有威力是吧 被大客真的 花果山这个门派起了 其实和没起门 其实这是两个门派 我怎么觉得一般呢 这还一般啊 嗯 能连吗 好连一下五号冲 再被轻掉 这蛇胚 由于观战方这边加了两个鬼眼 他这个蛇胚下回合真不太好拉呀 还没闪现 是已经掉了五只了 太快了 太快了 二十回合五只 平均四回合一只 对 这的确是 对排放 盘斯化身的宠 都掉的不少 是 这蛇也没拉出来 这把来说怎么说又保 大飞的cd应该还在 四号宝宝还是能卡大钦 是关战方四号宝宝 都不用string法 paintings 是 对面根本就没有什么法系输出的空间 对 我真觉得打这种尸陀里 你的确是得 得上地府去压的 对 得上地府压 因为压是压得倒的其实 罗汉了 朱眷作为一个很不爱起罗汉的指挥 也没办法 扛不住了 真扛不住 但是罗汉套法系这操作 就有点灯 你不 他知道这边来说的话一定保物理啊 不是灯这没办法你知道吗 那就不用套罗汉 不用盖罗汉 那法系要是没秒出来 你这不是 套一个峰隙其实也OK是吧 是 你这不白给吗 我的天哪 贴了5000多 必须贴必须贴必须贴 扛不住看不住 5700 这斯托林太暴力了 不会倒了吧 地厅这个东西 我还好慢的慢的慢的看出来了是慢的 看出来了是缺魔的 又倒了 观战方这边神木林是不是点着对面的女白目在秒啊 不重要不重要 不重要真的不重要 说实话 这个地厅 这个地厅 我说实话 你要保这个地厅出手 可以 我说实话 但你这个地厅保了以后可能就不那么舒服了 看观战方这边来 怎么来应对这个地厅这一回合的一个爆炸输出 这个地厅不会太慢 一定是比观战方这边神木林快的 因为他要把这只地厅变成蛇 嗯 嗯 对啊 那秒完变蛇嘛 有什么问题吗 他就没有什么护盾啊 没有没有什么防御啊 那我这只宝宝送掉吗 难道 也可以 变条蛇不挺好吗 好像 这叫这什么支援在内容 对啊 那总比总比白给好吧 也有道理 是吧 我秒完变条蛇嘛 你这么说吧 确实有一定道理 这个地厅出手了 看观战方怎么来应对了 笛子来了 夺命了 真的 他也没办法呀 观战方这边应该有尺子吧 讲道理 这种来说的话 金兽云尺了几个 一个来 磐斯怎么说 唱白几人 化身怎么说 两个尺子 两个尺子 那应该是不太有威力了 除非对面化身也加 化身金清 化身金清 要不怕被磐斯封印 而且也补一下血 血量拉满 法防 法防起起来是没毛病的 三笛子 三笛子两尺子 伤害来说的话还行 也不是说三笛子吧 他是两笛一针阳 对 队长位置是能导 哇 7300 伤害是可以的 伤害是可以的 但我说实话 你秒不 秒不公关 在帮这边这个磐斯 都跟化身的话 这个 说实话 也就那样吧 还好秒飞了 宝宝请一只 其实宁愿他请宝宝多 你看换条蛇吧 对对对 资源再利用一下是吧 是吧 这蛇 又不能白给你说是吧 还好三号宝宝省了 这只签速器 快速宝宝还是蛮重要的 是 这宝宝应该是有法防的 但是他没时间起 应该是那种避雷针加法防 然后那个进台死亡种 呃 对面的武装罐这把是铁套 关南方这边的磐斯洞 铁套 直接落花 落花了就不会套了 再套着 人拉吗 罗汉金舟 他对面再拉地厅冲他 这把罗汉OK的 但是怕地厅的两个单位都倒在地上没有盖到这把罗汉 能拉起来再飞 哇 这蛇咬过来 说实话 我挺怕的 怕 这 这 不会不会不会 这 拉起当前回合的单位是不会被那个 哦 反正 那个的 点那个金牌 是 会流一滴血 等他飞完 都全塞 在拉地厅果然 的确对面也没啥办法了 没办法 没办法 这真没办法 给了一个定城香 以防被落花 这些全根反套 对面说能不能中 中了 哎 这把中了 我跟你说有追 如果没中的话就难受了 那他不照样那个吗 加笛子是吧 照样加笛子吗 这中不中 其实对于对面 这个盘司的操作影响不是特别大的 而且为什么五号宠拉出来 直接不带隐身打 这宝贵的花招 花招宝宝 打龙魂 是不是打什么 隐身掉了呀 宝贵现在这么豪狠吗 那 这么豪狠吗 是否能暴总也打了 那是我想想宝格也找不出吸血鬼 你说不带隐身的龙魂蛇灰讲道理是没有的 应该是拍神马把隐身拍掉了 少一把尺子 少一把尺子 单尺子 不过有罗汉 斯托领倒在地上也不用着急拉他对吧 是就看 武装会不会对面武装会不会直接套关带方这边的法防宝宝啊 我觉得旗子得加吧 这把关带方这边的化身式是铁珠子的 旗子加上就是了 这只是最稳当的一个操作 也不贪 大死亡 夺命了 我许没珠子 没 一个笛子一个珠子吗 一个笛子一个正样令奇吗 但是我觉得花果山还会再加一个呀 那这只就更猛了呀 上一次难说没罗汉这只有罗汉 但是多一把就少一把尺子啊 虽然说尺哦 秒的动秒的动秒的动是真的秒的动 还是先对于来说要有指人有罗汉吗 毕竟但法防虫也被清掉了 哎呦就 再拉一只地厅观战方这边真不好扛你 这司陀不敢飞了已经 再飞再给你吃地厅 这宝宝看得出来点拉的 二号宝宝拉的司陀里 这样令奇的抗性还是可以的 算一下对面厂商有点忙啊 对待方对待方现在没有没有落花 他估计要等落花跟那个吧 我怎么觉得再拉一只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 这一把没封中观战方真的亡不沿线就有注意 主要还是对面这个武装弓的封印运动率啊 而且落花丢的话你看 观战方这边下一回又没罗汉 他觉得观战方这边一定是拉起斯托琳来飞 但是对面只有最后一只那个了 但这吧来说的话他只能是 我跟你说你会讲 他这个地厅只能是超级慢速 否则快速一定会被飞到啊 讲道理 不会被飞到啊 观战方这边又不能超飞 我就说一定是慢速的 如果是快的比对面物理快就能飞到啊 有蛇有三号宠有护盾蛇卵 怎么飞得到怎么都飞不到 一滴血对吧怎么都飞不到这个地厅 只是说对面磐斯被落花了少一个笛子 他正阳令旗就不敢加了 因为单正阳令旗肯定没有单笛子舒服呀 讲道理对不对 他肯定是正阳令旗加那个呀 正阳令旗加死的嘛 他没笛子的呀 武装管没有笛子的 我就说正阳令旗这样来说的话就不敢加了 你继续说还要加 肯定加 都已经冲成这样了还不加 两把尺子甩过去 就是单正阳令旗 对面的化身看是很大 他是怎么化身还没看到对吧 因为他第一把甩到精轻 极有可能带着珠子跟尺子 是化身是不太能加的 如果说他是单正阳令旗的话 那这个肯定是没有单笛子的伤害大的 笛子的伤害是80% 我知道 我意思是这只地厅大概率要送给关战方了 但他肯定是得加了秒的 这没办法的 两把尺子是肯定威力 他打不出威力的 已经打到这了 关键是关战方这边这个二号宠是个4C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对面来说的话 他这把没套关战方这边的化身是 化身是出手了 换进尺子都不给 天地同兽 我的天哪 被遇小尸喊大死亡再给 打虚血 上端两个点全部保住 火血果然是没底子 应该是尺子家那个 是 尺子家主要看对面花果山 行动失败打天地上了 那对面花果山是出手的呀 反弹 就来轻轻宝宝吗 单正要力气的伤害也真的只能是来轻轻宝宝 对吧 是 刚头一棒打歪了 刚头一棒打歪了 如果打在武装官身上的话 可能就另外一回事 这转了吗 对面磐石爱四子草 风景参云直接来 7200 双飞 7200 你知道吗 7200 但有一个点就是说对面的双招 其实每回合还是在给观战方这边造成输出的 对 他这把如果说花果山有飞机飞过来的话 那挺舒服的 对吧 是 施托林又能飞 怎么说 那现在观战方这边 节奏 对面压节奏了 空话声了 哇又没空 这武装怪的风云命中率 说实话是整场比赛的一个那个什么 还好也没风中 那谁拉呢 反套也不中 刚说完观战方这边也是两把水风 然后武装怪有指 再拉地天 这又是那种慢的 但是观战方这边天地是不是下回合不消失啊 我记得 大孩子 我这么觉得这只地厅骗人哪 把你尺子骗完 压不到 那确实应该是慢的 大哥硬飞嘛 哎呦 也出 有说法 观战方这边 已经 没有 零元了 哦 磐斯还有一点 观战方磐斯还有一点 磐斯动营 磐磐送三点 磐斯有 对 磐斯刚刚第一回合指人第二只地厅是那个幻境树嘛 然后有一只地厅是被落花了嘛 对 有一次它被落花了没动 是 所以说观战方这边磐斯的零元是没有消耗的 对 两只地厅是必有一只出手了 就看哪只了 地厅太刺激了吧 主要是观战方这边有天地同兽明知道的情况下 为什么对面会选择拉一只地厅出来 这只地厅我觉得大概率是有问题 你说骗人的吗 他点了其他单位秒 他可以点观战方这边的化身或者说是什么零秒 就是秒不动 法方高 不是他秒这个武装冠是速度快的呀 武装冠是一定被秒的 一定会吸收一个嘛 我听说他会点观战方这边的神木灵 或者说点五盘 花生四秒 对就是观战方这边如果按不就班的盘斯 用一个幻境树的话 对面那只地厅拉出来效果不大呀 我这么感觉秒八下了 石头领飞是肯定飞出去了 观战方这边的五号宝宝应该是点这个什么 点石头拉的 是观战方这边只要 就是石头领不管会不会被地厅秒倒嘛 已经有一个点 对面已经有一个点没有灵源了 风湿驼 风湿驼是对的 但我觉得大概率飞出去了 没没没没没灵源 对那方武装是没有灵源的 金兽于此还是怕还是怕的 观战这边拉了只慢的 嗯 卡个小四海天地同 哇他给地厅套天地同手 让地厅出手 他怕对面的地厅给他秒 懂了吧 是 但是 对面花果山 现在暂停 我跟你说 那就是两个单位都没动了 秒不到两个单位 他先出手 观战的快 没底子吧 没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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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底子呀 不然呢 你可以啊 有一说一 哦这就不行 就这样吧 刚刚那些是法联 就你秒两个高速单位 其实是秒不动的 就 他主要是不知道 有个问题是什么 不知道这两个点的 谁的速度快 7千 他秒不到 免疫 噢是希的比较到的 有底子 有一个底子是吧 一个底子两把尺子 为什么秒 盘斯能爆两千多 是 其实这地厅秒过来 还挺疼的 就其实速度慢嘛 就是速度慢 他魔力点加的多 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而且对面女拔木还没秒吧 盘斯应该是倒了 我说怎么卡这么久 我以为观战方这边 斯托林铁飞出去了 原来是两只地厅都出手了 还没点的对面的地厅秒 不过影响不大 影响不大 这个应该是 2万吧 得2万吧 我不会送一只宝宝吧 哇 没清掉 没点的斯托林 没点的斯托林拉呀 观战是不是魔镜没加 他魔镜没加不很正常吗 孩子拉的 孩子拉的 封进去 他觉得只要不是被你这 而且观战方这边天地几回合啊 5号宝宝拉的 5号宝宝拉的换宝宝了吧 这得 观战方这边天地点了那个六回合经脉吗 又密使了 解开 你看 石托林速度快怎么说 点的对面飞的 但是 只要不能 1万1 观战方这边神木林是 因为再神 哎说实话 这场这场比赛 叼一刀宝宝如果神个一两只 真的我觉得结果还是可能会有些变化的 一只没神过叼一刀宝宝 一条都没神过 但我觉得两边运气就各有各的吧 因为 这个是对面的武装风云命中率也比较低 对 这样比赛说实话真的好看 哇 这个宝宝不神太伤了 就两边各有各的运气吧 再秒一刀 还秒 秒跳观战方这边5号位置宠 可能是拉人的 又没神 这个宝宝神的话 磐石可能起来了 对面主要是没有单位倒地啊 没有磐石起来啊 这就很伤了 而且磐石是被封杀能起来之后 能做的操作也只能是拉宠 直接进来交给观战方这边队长位 然后对面武装官起上雪灯 出宝宝出孩子 解掉 32回合的话 再换一只 再换一只 哇 直接蛇咬死了观战方这边队长 导致观战方这边是多点宝宝没有拉出来 女王母一手情妙继续给观战方这边压力 这个金钦并没有解到封印 拉起来了 拉起来也就是拉一只宠 但是要面临下一回合对面的地厅冲击 观战方这边盘司由于被套 而且速度是快过观战方这边武装 盘司并没有办法使出他的幻境术 而且刚刚是看到盘司是带了一把笛子 那另一个法宝的话是抠药 乾坤圈以及尺子之间选择 尺子的面在目前的PK当中是比较大的 哎我跟你说观战方这边还有一手追 武装直接焉语剑法过去 直接换须押到观战方这边的盘司 玩命了这冲不下来就没了 他不敢跟观战方这边玩 能连吗 没有连 有焉语吗 有焉语吗我就问 有没有焉语剑法 我觉得是天地吧 他都拍尺子了为什么要焉语 清风望月 哦这把清风望月很舒服 哦防烟雨了 破宝货 活血 一个活血 破宝货啊你又不不去烟雨 啥操作呀 防魂咒拉队长 平A 只能平A 只能堵他出漫天我觉得 而且没配上速度啊 什么没配上速度啊 为什么没配上速度啊 我击的是 拉马了啊对面 对面拉马了 这样就很舒服了 这样钓鱼岛就算稳住了 是这样的话钓鱼岛算是稳住了一口 一个不滤吗 钓鱼岛能不能滤个一两只啊 一条没滤过观战方 但是还是那个问题 对面再拉地厅观战怎么办 观战方这边真的如果说宝宝 也像能滤个四次 我感觉这个比赛的结果 现在已经很明亮了 而且对面有落花地厅的 没有选择用落花地厅 定神香也喂了 真的是怕 对面落花CD是好的 拉虚直接压到观战方 这边队长 这样的话是让观战方 这边队长位置 拉不出宠啊 配上了 那也是可以成功将宝宝拉出 当头一棒压倒 因为对面拉马 让这个物理系速度卡在了观战方 这边 施陀琳以及孩子的中间 所以说 对面这个当头一棒 成功守住观战方这边队长位置 施陀琳的尸体 我觉得没有第二个单位点拉了 没有没有没有 那对面这个地厅 我觉得只要对面花果山是压着观战方这边队长位置 点的 应该是没有什么 应该是没有什么阻止他出手的机会 哦好可惜啊 我觉得观战方这边前七十分的好算 我真的一直觉得这个尸头的出手 只要出手 对面方就七八个大金就过去了 是只要出手 对面就崩了 就几个大金就怼上去了 你知道吗 是 对面其实是扛不住的 对面扛不住的 对面帮即时的换了战略 这可以 我觉得宝盒的指挥确实强 应变能力真的很强 马上能想到用地 以暴自暴啊 真的是以暴自暴 是 就是尸头领和大唐是同一个问题 对 你要出手的 就大唐的横扫 以及尸头领的那个阴姬 你要出手的那一回合是可以算到的 如果说你的这个尸头领一直用这个阴姬 平凡的使用阴姬 不用这个尸脖啊什么的 改变一下自己的机动性的话 那对面拉地厅的时机就非常好抓 只要拉那种比你法系快的地厅 然后加上笛子 包括物理系也给地厅加上笛子 这样的一个情况是扛不住他的伤害的 现在 哦 关键时刻 关键方这边一号位置宝宝还选择了掉头 哇 这没拉起斯托领啊 我感觉没了 但是这个地厅有点快 是吧 苗宝宝的 地厅有点快 不神 还是不神 没什么好神的 两个尺子确实来说的话 一个底子伤害来说的话还是弥补不了 我还是不神 关键一个缠珠 缠珠是可以的 除非斯托领现在能站起来 对吧 重新能够那个哇 五千一 能站起来 重新来那个什么一下 重新把宝宝拉满 是 但是他现在站不起来 对面花果山 只要压着关键方 这边队长位置点就行了 对面方双招成型以后 开始疯狂去秒 哇 我几十千 是 单秒想把想把蓄米清掉 对的这个心虚迷是可以的 少宝宝有没有机会拉起来 少宝宝出手吗 哦出了解的解的人解的神 是 哇哎 这个 哎是孩子解的关键方这边神木铃 啊 但是我今天是好孩子是 啊 地厅出来了 四月钱坤套中盘斯 硬件哎 又跑 是有点 终于 终于了终了两次 我记得 不是是这样的 第二道好像绿了两次 刚毕雷珍是不是绿了一次 啊对 是绿过那就那就钓鱼道全场一共绿了两次 法莲看一下这把法莲是想做什么操作 亲孩子吗 点人吧 讲道理这个不可能说是亲孩子一定是 当头一棒 对面粉末练炎跟上应该是点着秒了 看能不能再出能再出再出163那观战方这边神木铃一把风卷彩云看一下二号宠 没秒到没秒到一万我的妈哎神了 哇 这师托如果不保持输手的话确实挺难的我觉得这师托起不来了呀 对面没笛子了吧讲道对面马回合到了马回合到了呃 师托里拿到的七速不是对面还有还有灵源吗我们来看一下导播能不能把两边的一个这个状态我们看一下灵源有32回合刚刷的他刚刚那只地厅没加他磐斯加了 嗯嗯嗯只有你说的那个叫什么真阳令齐有真阳令齐有而且他化身是什么笛子是笛子吧对是笛子好像是笛子加了一回合 不加旗子你知道吗他拉虚迷 把观战方这边那个瞄倒吗你看拉虚迷 哦孩子神了那还行说实话那可以拉起观战方这边对着怎么说化身一个活血 伤药顶大金化身罗汉很关键这把罗汉很关键不比此直香吗这个应该是化身应该这个不带的不是哇 先不拉但是孩子没有选择拉的确没拉是对的如果说拉起来的话观战就被地听手了嘛对对对 但这罗汉好像只要出法爆还行还行还行我觉得他这种宝宝应该可能齐全了 真宝格什么样的宝宝出来我都不意外 哦呦这还连了又连了个一千多那对面女拔木秒出来感觉这个罗汉也不一定好扛啊 当头一棒再压观战方这边神木林没有办法再次神佑被压倒在地那对面三号位置 宝宝还有只须弥观战方这边盘思血线也是岌岌可危714点 呃没脸没脸没脸还行拉起了队长赶紧出宠赶紧出宠赶紧出宠 这个比赛刺激啊 对单方经过这一轮的什么地厅啊什么须弥轰炸以后 宝宝其实也不是见得多只要看观战方能不能挺过这几波输出 嗯不过对单方也挺老明到现在一直没刷过那个那个叫什么 飞机没封重还是没封重其实这几回合就比较考验对面的封印命中率了 空化身长白子看武装罐保不保化身出手 武装罐没有清风哦上把清风又用了吧我没记错的话 套对面的进行缠珠也不也不强求强行把身变了再说这把明显是但是这个缠珠会被对面的那个二号须米手吧队长位置啊 解掉五龙单解掉那还行 而且藏绳的是这藏绳卡的很关键变身出来了哦 那观战方还有打的机会还有打的机会因为对面的牌差不多打完了 对面凌远你看嘛法术反正 意不意外还不开心惊不惊喜啊 4C加法术反正 观战方队长位置虽然说被压倒但他仍然有这种起身出手的机会啊 但有一个问题现在对单方的物理比观战方这边的物理速度应该是快的 是加来把流云 而且这地厅没清掉的话地厅直接开就行 加来把流云速度不好说 你怕地厅的速度慢是吧 对对对对对 但我觉得他既然选择拉这种地厅了地厅一定是比物理系速度快的 即使是加过流云 而且他这个时候还好对单方这个时候头上没旗子 如果有旗子飞过来的话观战方这边很难看的 不过说实话钥鱼岛扛过了这一波我觉得已经很强了 很强了只能扛过这一波 我觉得就是珍宝格那边是40回合最后一张牌 打掉珍宝格没冲下来 没冲下来就走就基本没机会了就走了 是但目前来讲的话这几回合的凌鱼冲刺的确是珍宝格那边发挥的很好 而且他把武装冠的真阳令旗用来一点一点的加 没有说24回合那种三点直接加出去 也是把他真阳令旗加给地厅这个效果发挥到了极致 继续尽了 就看磐尸有没有大了 武装冠没有套重 我就说只有磐尸看有没有大 不过不过这没办法活不了啊大哥 不会行动失败吧 不会不会化身可以那个什么 清风望月解掉 那化身怎么说活谁啊 还是活的他 对面当不了当不死 对面当不死 对面应该是蛇软或者地厅开了 魔镜孩子出 那观战方这边只要保持他的飞秒的话 你看看 那我感觉这一把没有压观战方这边的一个把戏就有一点难受了 没棋子说实话 哇终于开神了 是观战方这边最近这段时间的省有几率是非常高的 两只吧 三只得有 不重要了 我们看这把飞机过后对那方的宝宝59 其实说实话这一步来说能把宝宝清掉是最最那个什么的 还能清一只地厅 今天速度慢了 但是飞不到换魔呀 下回合观战方这边罗汉对消消哎 没秒到 没秒到那只哦宝宝跟了看能不能飞 这样对观战方来说的话还有追 我觉得观战方这边稳是有点稳住了 稳住了现在就在稳住了对待方不会说对待方的宝宝消耗很大观战方这边这几波要的消耗很大 对待方磐斯最后一只宠了落花给花生吗 还是给势托领再来 那这只落花给但对面磐斯是没有灵源的哦 他封你磐斯不让你换进术 或者进凉什么的都可以 提护灌顶保出手 应该是想压倒法系了 这应该是包压法系了吧 我找不到他压着其他人的空间了 我那地厅站在场上当雪宝宝我的天 咱不是有那个条件吗 对吧 这时候没棋子来说暴击出来的伤害都不太够看 是飞孩子五千多 飞孩子哎呦这个应该暗暗暗暗暗暗暗了 然后对面也是不不神宠直接就是把最后一只蛇配也拉出来了 观战方这边利皮也是决定飞掉批掉对面的须米 地厅地厅 对地厅 看对面这个磐斯吧 磐斯尽聊还是说控一下观战方这边磐斯 对对方还有飞 还有飞 嗯 但这个地厅 他不会尽聊吧 尽聊点的观战方这边神不灵压 但是观战方这边有龟宝宝 一号宝宝我们记错的是超龟宝宝 对面的只地厅呢一定是点着观战方这边施头里秒的 而且这只地厅大概率是花果山可以加上笛子的 怕是怕什么怕观战方这边的这个幻境术 就说他到底磐斯是尽聊还是封磐斯 是很关键了 你这把幻境术是可以甩的 是这把幻境术是需要需要 他现在来说的话 他他现在甩是什么最最稳的是尺子是最稳的 因为观战方这边队长位置已经宣布倒地了我觉得 就已经是一个倒地状态了 不管怎么样观战方这边队长位置都是一个倒地状态 他这个我跟你说 这个小仙女有花招 如果说这个小仙女速度卡的非常到位 卡在了队队方女妈妈后面 这个就有的说 碰谁 碰武装怪 不让天地增阳力齐加上 增阳力齐加上 那后面应该是有 尺子是最稳的操作 尺子是有的 对面化身的话应该是 保一下出手什么的之类的操作 断线末 但是刚刚的情况应该是 化身应该是没带笛子 否则来说前几把笛子都应该吃进去了 对吧 是 这只应该是没带的 因为刚刚是 你看这花果山是肯定能加上 那应该是没带 我们来看一下两个笛子 一个尺子的一个 宝宝 想秒这一个四千 他没有点队长秒 是直接点的观战方 那边还是这样的 纯法连啊 对那方还有DT吗 一定有40回合 他全队0元刷新 肯定会再冲一只 而且他这个运气挺好啊 波及到了观战方 这边的这个 6200 孩子又被清掉一个 哇 1300 好可惜啊 真的 群秒观战方 这边两个高速单位 算是撕血占助 然后武装冠有盾有血灯 这边武装还有几个宝宝 三只 这边再出一只敌厅 可能就要收场了 这下回合又可以刷了吗 再出一只应该要收场了 嗯 我觉得他 需要控一下观战方这边是否 然后出一只快的 冲盘斯 空湿坨没有 这把一观战方这边是有大特技的 话说怎么说 进行铲桌也不也不赌也不贪 但是小四海的消耗也挺大了 这把超飞了 这把超飞了 这把超飞对待方 对待方花果山 得压观战方这边的 这个 噢不用压了 神针还还压 盘斯是不是有点危险 我觉得你可以自信一点 哎呦 但是秒过来应该是一定是 是秒过来应该是倒地了 因为观战方这边没有什么 哎这个牛不能花生超飞出去了 哇 鹰姬 但点着花果山飞的话 这个地厅 秒不到的秒不到的 我还神 第六个 飞蛇 那就是飞不到这个地厅 我觉得真的 钓鱼岛这边 是有点伤害高归高 但是他这个鹰姬 时机太好抓了 我觉得他打的 就是有飞就飞 让对面出地厅 出的太随意 观战方这边也来了 对对方每个人有手握一点零元 观战方这边盘斯倒了 少一把尺子 我觉得对面怎么打 复制观战方这边战术 天地套给地厅 秒出来观战怎么都崩了 天地套 那就是两个底子 只有一个底子 或者说你真的确定是慢的吗 两我看 石头里没飞到 他比蛇慢 那那就是花果跟那个什么 花果跟盘斯用笛子 对 花果盘斯用笛子嘛 就是不管观战方这个速度 有没有对待方的这个速度快 是因为我看对面武装官血量 你说的那种烟语尖法是用不出来的 如果说他可以烟语尖法的话 烟语尖法戳一下观战方这边宝宝 最稳的这个时候不可能来贴 绝对不可能贴 是 所以说 对面也接罗汉了 看一下武装官会不会保 这是低厅出手 还说这是低厅他就放掉了 天地还是要把低厅出手 但是没笛子的呀 化身是没有笛子的 你忘了吗 那个那个加一个就行了 花果山加一个行了 你看吃个伤害 观战方这边低厅根本秒不动 这个花果山加一个秒过来 观战方这边这样的血量 配合一个女麻木的群秒 真扛不住 或者说他就是来亲宝宝的 我笛子不加花果山出手 我宁愿留着 都是可以的 怎么样的操作都可以 观战方这边毕竟有罗汉嘛 哇 一万 加鬼眼 有笛子吗 化身有笛子 他上回头为什么不加呢 他留着那个 珠子 对 留点珠子 那这样观战方这边蹦了 两把笛子 没了没了没了 一个尺子吧 一个尺子都没有是吧 说不定 女麻木加一个 我想多了 哥哥你这个太夸张了 因为观战方这边四头里飞过 然后对面套天地 如果说他确定是套天地 来那个的话 但是我跟你说 观战方这把罗汉出来的话 如果说对战方这个DT 没有特别好的发挥 估计还是打不崩 除非有特别好的发挥 女麻木还有一手秒呢 这个秒是秒不动 关战方这两个单位的 这两个法方蛮高的 400900 我跟你说他是没有用的 只有看这个地厅 只能看这个地厅 关战方这边还留了一期的机会 但是同样的问题 对面武装罐和这个磐斯 仍然是具有灵源的 对 武装跟磐斯 他这个时候不可能在家里面了 是这回合不会加 就是下一只地厅的问题 小李 小关战方这边的大特戒 小清风 小清风望月了 大特戒是没有的 好化身 这把很关键 水清化身 水清湿陀 我觉得有点 武装 超飞 速度在观战这边 观战这边拉的是马 超飞 看这把超飞有怎样的表现了 还魂没有给魔镜 呃 哎呦 这个牛爱没有超飞也没超飞 普通应急普通应急 提气大惊 这个全部贴了一手 而且还飞不到花果山 五号从岸防御 六千千 神正汉还点的观战方尸体肥吗 没有 先清观战方这边的 这个三号宝宝 贴 再贴 再贴秒不动秒不动 脚下有楼还是秒不动的 能能出手吗 点三号秒的 可以出手 可以出手 关战方这边可以出手 出了宝宝 解掉 哇钓鱼岛 这种比赛 刺激 我就想看这种比赛 是刺激 真的刺激 现在 哦再来一头 大哥 你一个人带四只地亭吗 无魂 但这只地亭是快的了 观战方这边把精轻也放掉了 嗯最多盘四一个路 还没咬死 这可能是神佑吧 诶 但是 没出卖 如果说是快递的话 观战方这边神 哦对面高速单位多 而且就是 已经明显的在 刻意的在压 观战方这边的这个神木灵了 二号一定是个快的 他就有两个高速单位 笛子一加秒出来那种 生命之权 观战方这边 斯托领是不会让他出手的 这回合 嗯 这个血量也不太好出手啊 看观战方这边两个尺子吧 两尺吧 对对方盘施最后一只虫 薄命了 真是薄命了 我的天了 太好看了 观战方这边 这只马出的时机的确是挺合适的 而且对面那只蛇的话也是由于 对拿到了全场的七速 是 就蛇和蛇胚 全部残血 这对于对战方来讲也是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如果说观战方这边斯托领飞出去 再加上一把群秒的话 很有可能这个蛇和蛇胚同时被击出场外 我也说这个时候 这蛇一定是快的 这 不是 不是 这个地厅 对 地厅一定是快的 观战方这边两个尺子是肯定有的 嗯 两个高速单位嘛 就 看一下这个地厅出手 能不能秒倒观战方这边队长吧 对面五号位置宠的话是需要给花生卡大金的 他他秒倒没用 五号宝宝是应该是点拉的操作 不会给磨进了 除非他秒倒以后 怎能再能把五号宝宝带走 是 地厅看样子是出手了 出手了 而且观战方这边英姬也是出手了 对那应该就是五号宝宝点拉了 一个 观战方这边应该是两尺子过去了 是两尺子 试验战迪加那个 金青 金青他没有选择加第一次 但是武装官的金青 幻金术 怎么说天地同时有加幻金术 天地 宝观战方这边飞机 宝宝 宝宝应该是那个了 宝宝应该点拉了 这把不会你超飞了吧 超飞了超飞了超飞了 他超飞没有问题 然后活血把这个武装官活满 哎呦还真点他飞 在幻境苏家满血 钓鱼岛这波操作很亮啊 反弹 小云林飞走一只 钓鱼岛这波操作真的是秀 就是其实我没看懂的是对面武装官那个 金青 可能想帮化身回点血吧 对 还打到了天地同时的单位身上 魔镜激发 超级飞机 虹狂音机终于来了 哇 两个一起走 是 魔镜 这样的话对战方还少了一个吃上海 一万 我的天哪 防御只能按防御 宝宝贴不敢有其他操作了 蛇也飞了吧 我六千 棒打雄风 棒打雄风 应该是守尸体的 对 这拉起来 有一把风卷残云的话 可能比赛要瞬间生物 还有个风卷残云 还有风卷残云来了 哇 宝宝全飞 剩一只 花果山倒地 换了吧 这不换 你给我一个不换的理哦 怕怕怕怕怕 还是怕地听 对面没宝宝了老哥 舍自己啊 我感觉钓鱼岛翻了 真翻了 鱼岛这一回 这次的一个PK 看着我真是叹为观止啊 打得好 钓鱼岛这场比赛打得正好 来了 该我地听了 这个是没有神诱的 那个蛇 是 因为是那个地听换的 只有一号宝宝强拉了 A拉BB拉C吗 这为什么不换呢 换的话挺舒服的 换的话是花生要倒 可能也不太敢换 A拉BB拉C 谁换 再换一只换 这次已经看出来是码了 那这样的话观战方 这样我点拉就行了呀 是不管是贴个宝库也好 不用贴 魔镜激发给宝宝点拉 我让你死 死了以后 我身上有魔镜激发的效果 起来再飞 怎么说 而且观战方这边地听 很有可能 直接把对面花果山就给压倒了 对观战方这边两点点远 但是我说实话 磐石这个带另一个法宝 我们只看到它的金瘦云尺 还有一个是什么 我们还不知道 对不对 基本上就是笛子了 那个抠药没用 嗯 武装的增压令旗 那应该我觉得是应该有 应已经看到了吗 笛子 真是笛子加尺子 怎么说这一场 画车应该是没有愤怒座金轻的 增压令旗加这个 应该是快的吧 那个一万水量飞出去真的好看 嗯 拉金刚 拉到了 比孩子都快 7400 是那这个地厅秒出去 应该是可以 哎 伤害也不行 对面的法防有点高 我说实话 700 两个笛子秒 磐石700 真宝哥这什么魔鬼硬件啊 或许活到宝宝 先例给女拔木家 磐石倒了 磐石的法防太高了 是 导致于悟亢来说的话 就有点差 基本上我感觉可以恭喜钓鱼岛 是 钓鱼岛应该是拿下 这场 琴三叠来叠这一只 这个已经出色的完成了他的任务 点拉吗 点拉 但意义不大 意义不大了 他出手了 倒了又怎么样吗 是 就是其实 珍宝哥那边 那几张牌打完之后 就很 就很虚弱了 他现在宝宝太不足了 他现在来说的武装一只丑 花果山两只丑 磐石没有丑 磐石没有 哇 拉起来韩清某某直接封关的放这边盘斯 但是没有命中 诺华城你直接给化身吗 哎为什么不给化身呢 这把给化身很舒服 清风望月 宝开 点拉出宝宝 想当头一棒压压不到 是压不到 再来 哇 哇 现在每个区都是这么 这么有钱吗 嗯 地厅多应该也正 那这两只地厅不刚更新的吗 十一技能 哦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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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众还爆出来了 是刚更新的 两只十一技能的 对对对对对对 这长比赛说实话对对对方 硬件有一定的这个 这个要 但是观大方这边来说的话 这场比赛打的也可以 而且观念方这边的硬件也 开始看得出来 这是他的 », 以珍宝哥这么猛烈的从里面把他冲崩 我觉得吧 万幸的是立民玩家现在身上没有 是变身 这是最好的一个事 而且观战方这边来说 不过讲道理王不言谢的 那个东西只用了一根 毛只用了一根 应该还有 其实我觉得观战方这边 如果说可以把斯托领的这个机动性 变得就更多变一些 不要无脑飞 然后让对面出体 观战方化身是有醍醐的 一定有醍醐的 嗯 池子拍 寒清默默 这个也就是上来骗把池子 嗯 他不这么想啊 他有他自己 嗯 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就骗把池子吗 这真是骗了把池子 骗得明明斑斑的 他觉得他双输出点输出完全够 因为真的没有什么 后续的操作空间了 我觉得 对面 就所有的牌都打完了 资源 资源就这么多 你说你在 就对面 场上宝宝还足 药还足的情况下 那的确 珍宝阁那边还是有 呃 环转的一地的 但是现在的话 但我们刚才跟我说 斯托也是最会之冲 但我拉起来 不影响 因为因为是那个落花状态 他觉得拉也没有必要 对 我们比赛还有17分钟 清风我以为好像还有一回合cd 晋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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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让补活血了 反抗 赵 就等于说观战方这边两封全纵 然后化身踩个塔 对面化身的话也是选择 解开变身 那下一回合由于观战方这边 这个清风为cd 所以说队长位置的输出应该是由化身来保 对战方花五三起来干嘛了 没配上述 要么拉 应该是没配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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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观战方这边善恶首饰了 对 最后一只怨灵也清掉 那这边来说的话 这一把 醍醐影应该是不可能藏的吧 这飞出去加一个秒 是醍醐水清你随便给嘛 醍醐 他醍醐给斯托里五号宝宝给魔镜 这边我可以说甚至甚至他直接感人开 超飞 他用了三次超飞是吧 毛应该是应该是偶数 对啊毛肯定是偶数 对那这样来说的话 那这边来说看他怎么来选择 是用超飞吗 这魔镜很恐怖啊 是这魔镜加上对战方是不太扛得住的 潘斯的话也是没有宠撞他 这种时候只能选择起指人 对面两高速全部选择起指人 扛不住你物理 他物理虽然说他他法防虽然很高 但物理抗性谁带来了就不太高了 空花生这把是明的明牌 珠子只有珠子 解开珠子 水清开 两个水清把双输出全部解开 化身也是一手指 魔镜提发有大惊吗 没有正常飞 防御全绑 7300 7300 顶指人7300 8100 弹了8100 这还没飞掉 找小月灵 战胜宝典开了 封点才云 他还有战胜宝典 我的妈嘞 其实法系秒出去 对于主要把防太高了对面 解开 但是下回合 没拉起来 没拉没拉 他直接选择防御了没拉 是吧 来说他吃图还有最后一只虫 我觉得这只要谨慎一点 要不然的话 咱们就来一只鬼魂的高伤宝宝 再加上这个尸陀 现在即使没宠又会怎样了 也不太有关系 现在宝格最尴尬的点 是说他磐尸跟女拔木这两个点 现在全部已经没有宠 是 空花生也没有中 我的天哪 就只能说这一场PK两边各有运气吧 而且如果说钓鱼岛 刚刚在逆风的时候 宝宝没有那么神的话 他宝宝也没怎么神 后期神了一两只 就地听冲的那一波神的多 他前期地听一只冲的神 根本就一个都没神 我一直在说没有神 后期神了一两只 神了两只 一个孩子一个宝宝 前期那个碧雷针神了一下 看石头怎么出宝宝了 一滴血的纸 没办法 没办法 等下回合 等下回合那个嘛 等下回合拉 不行啊 得人拉呀 孩子拉是配不住 这样拉的 是这样的话是可以拉起来 有个长绳 对这样拉是对的 这不然只能起不来 哇这细节真的拉满 真的细节拉满 再一个上报 那没话说呀 3号 这还是能飞 而且这一波来说的话 按我们刚刚说的话 超 我们的超飞是偶速的话 他还能飞出去 飞一个超飞 但是他不确定 因为他现在没有速度 真宝哥现在真的 没什么牌可以的 真宝哥现在地听也干净了吧 讲到了你还有吗大哥 不是 他八只地听的吧 得出了有 不是拉不出来了主要是 你看你这宝宝数量都是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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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对 五中也零的 全是零 你是上哪出地听去嘛 哇国三 再零一下呀 对不对 再来一支 他两只地听出来了 可是 快 Tale 我觉得两只地听也到头了 对 说实话 真的 Guardians 我哥的这个硬件 三只最多太强了吧 我的妈嘞 这真的是看到我们这些团队真的是流苦水啊 这地厅太恐怖了 但我跟你说 关键们化身有把金啊 我没记错的话 我把他上把甩一把水 金钦应该是不够 直接给魔晕射魂 没空中 就像你说的嘛 两边各有各的运气 哎 但这个中了 就关键就行了 这个中就行了 二中一就行 然后水清湿坨 没有任何问题 解开 魔镜再给 配合的很完美 当头一棒 自己还震死了 疯狂阴迹 正常我不管你 对吧 你要打就打 我只把我包飞出去 八千二 这的确是没有办法 这疯狂阴迹是有点疯狂的 是 扛不住了 哎 这震一下 震一下又怎么样呢 我意思会不会少飞两次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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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出手就行了 又是163了 影响不大吧 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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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可以换了 关战方真可以换了 对待方反正也没宝宝了 是 但是我跟你说 四号宝宝都是神的 还是蛮关键的 四号宝宝都是千束蟲 他武装关还有两个要 不是 我觉得怎么都没了 不是什么关键不关键的了 真的怎么都没了 基本上可以恭喜关战方了 哇 钓鱼刀 好 强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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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Imperia 我觉得 每一场比赛如果都得这么好看那就好了 果然 真是有 真的有 其实就是珍宝哥那波冲的时候就已经是在在磨命了 赌命了 就已经赌命了 因为他知道 我跟你说他运气算好的了 他没有遇到关键帮这边宝宝像他那么连续省两次那种 如果那只千数再向他那个四号宠再省一次的话 我觉得这个比赛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来说的话 钓鱼岛会更容易起来 那个避雷增持成了一次嘛 还要拉 宝珍宝哥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再去做一个挣扎 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机会的 这把增长飞就行了 就关战方这边保湿陀领出手的单位有点多 还没破甲 我的妈咧 但是的确 钓鱼岛应该也从这场PK中找到问题 就是湿陀领在飞的时候 湿陀领飞完 对 那一回合 不能盲目的直接在飞 不能盲目的飞 如果说对面真的这把 但凡不是大客 那个地厅说实话 很有可能把钓鱼岛冲掉的 对对对 因为大客来说也会增加一个 这个宝宝的输出也会增加 好 我们恭喜钓鱼岛